這邊要提醒一下 沈牧羊委員 抱歉 您剛剛在質詢的時候 有指控我說是配合對案來排案 我必須請您的未來請您不要這樣子 雖然你沒有指明道姓是我 但是因為我是招委 這個案子是我排的 所以你在引射到我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跟你提醒一下 第二件事情 我今天會用這個名詞 對不起 不是 這是你個人的意思 所以請你在國會電場也尊重招委好不好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今天為什麼會用撞船事件 也不是我個人提出這個名詞 我認為是在2月22號海巡署的記診會 還有檢察官都明確地說有碰撞這樣的事實 所以我引用 這個是一個客觀的現實 也是一個中性的名詞好不好 謝謝沈委員 謝謝 繼續我們請羅志強委員來這邊質詢 謝謝 主委 其實上午我聽了非常多的質詢 在內政委員會待了很久 那你不斷地強調 為了維繫談判的氣氛保持善意 所以很多談判的過程內容細節都不對外透露 對不對 我們一直都沒有透露 我想我們 我支持這一個做法 我們一直都沒有透露 我支持 但是今天在這裡的時候 沒關係 我跟你講 你遇到國會質詢 你必須有答詢權 答詢的義務 這一點沒有問題 那我想請教您知道上午的時候 王定宇臉書爆料 對岸談判代表提出的要求 就是台灣海巡人員到中國接受訓問 請問有無此事 我沒有看到這樣的報導 我只問你有沒有這件事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副署長來說明 好不好 時間暫停 好 我們時間暫停 然後有請副署長 委員好 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陸方有曾經舉過這樣子的說明 但是呢 經過幾次的溝通之後 他們已經沒有這樣子的訴求 所以換言之 這個訊息 就是你們告訴王定宇委員的嘛 既然已經證實有這個訊息 那我想請問您 委員 這一次 對不起 這一次媒體有很多訊息被報導出去 那 我們海巡這邊 我要跟那個管委員說 你今天來這裡報告 你就該把這個事項在這裡報告 你透過任何方式 剛剛也被你們的人員證實 是你們透露給王定宇 那就違反剛剛你一直強調 遇到你不想回答的問題 就是說今天試涉談判機敏 你不便透露 試涉偵查不公開不便透露 遇到王定宇就會轉彎 沒關係 你要試涉談判的內容 不公布 要保持善意 我可以接受 我就問目前幾個大陸方面公開的要求 不是談判內容 國台辦發言公開要求 台方盡快公布事實真相 我今天一整天聽 你認為事實真相已經公布了嗎 對不對 沒有委員 事實的真相 我們從頭到尾 交給檢方偵查 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從頭到尾 就是所有的事實 所以你到目前為止 你也不認為你們公布的事實真相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幹什麼 我們在這邊幹什麼 我們要的不就事實真相嗎 委員 你不用那麼快 一直在想要設防 第二個我問你 嚴懲相關責任人 我想要請問你嚴懲相關責任人 也做不到嗎 因為你認為海巡沒有執法過大 海巡沒有執法過大 你剛剛從早上到現在 是不是認為海巡沒有執法過大 連這個都無法回答 目前海巡署的激政顯示 海巡署並沒有過世 所以也就沒有嚴懲的問題啊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第三個 向遇難者家屬道歉 你做得到嗎 我們跟家屬的道歉 僅限於沒有錄影嘛 我都有聽到啦 報告委員 當市政的真相還沒有釐清的時候 你到現在為止 這麼明確的問題都不回答 沒有關係 好 我接下來問您齁 第一個 顯然你只有針對錄影的部分會道歉 希望你在談判秉持這一點 你們也說過不會書面致歉 也不會口頭道歉 除了錄影之外 你們做得到這一點嗎 跟委員報告 談判 做得到做不到 談判未來還需要 你到現在為止採的東西 你剛剛今天早上跟委員尋答 你就說沒有責任啊 這裡不是談判桌 好 我再請教您一下一個問題 海巡人員非常辛苦 我們大家都應該當他的後盾 你認同吧 對不起 你看嘛 你搶答沒有聽問題 我們都要當海巡人員的後盾 對不對 謝謝您 要當海巡人員後盾 要建構海巡人可以有安全 有尊嚴的執法環境對不對 我們盡全力要做到這一點 好 謝謝你認同 那我想請問您 專業領導算不算是一個建構海巡人員 專員跟安全執法的一個項目 領導當然領導是很重要 謝謝你也認同當然是 需要卓越的領導 我想請問您 不算代理主委周美武 你的前一任海巡海委會主委是誰 天啊你不會不知道吧 告訴我 我們李仲威主委 李仲威主委的經歷是什麼 李仲威的主委他在海巡 他是確實是在海巡的主委 海巡中將 對不對 海巡署署長 海委會主委之前 當過海軍副司令 海軍艦隊指揮官 我想請問您 你有任何海巡經驗嗎 我的領導 我的領導 你有沒有任何海巡經驗 在當 當這個主委之前 有沒有 有沒有 我的領導 你沒有啦 你沒有啦 我跟 我跟您講 是 海委會主委 海巡署的上級主管 不是讓你來這裡當實習生耶 今天待會我知道要講這個社會公平 我會跟你來公平一下 那你知道我聽過 將帥無能淚死三軍嗎 我覺得 無能包括專業吧 專業上的無能也是一種無能吧 你有沒有聽過外行領導內行 昨天還有海巡的家屬寫簡訊告訴我 對我的感謝 沒關係 我知道你當然沒辦法回答這句話 你要讓我這樣來刺罰 我要 我要請教您 我要請教 我跟你講我通通道也不怪您啦 就在我的手機裡面 我怪的是今天用你的成見人 不問專業只問酬庸 我知道這樣說你不服氣啦 沒關係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我問你一個問題 海巡人員在執行出海的時候 都有密錄器 這句話誰講的 報告委員 這句話誰講的 出海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是會 這句話誰講 你講的嗎 都有密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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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是李仲威講的 有海巡經驗的海巡署署長 在2019年5月22號接受質詢的時候 公開表示 海巡人員在執行出海的時候 都有密錄器 我想請問 我們每一個任務都有 沒有該讀的任務會有 好 那請問你 是 請問你 為什麼這次沒有密錄器 這一次是在海上 為什麼專業的海巡署長出身的 李仲威 他跟你講的SOP就有密錄器 你不專業的管碧琳當主委 你就沒有密錄器 你不是說沒有嗎 現在又有了嗎 又要再騙嗎 我尊重委員這樣跳躍 但是跟委員 問你現在有沒有 這一艘艇 只有有跟沒有啊 這一艘艇 你不要再跟我講 你已經重複一百遍 這艘艇裝不下攝影設備 但是密錄器多大 密錄器是有的 有 交出來有沒有交出來 他在出勤的時候使用的是 各位媒體朋友啊 各位我們說的意願同仁 我今天很高興啊 管主委說有密錄器啊 所以從頭到尾說沒有錄影 都是騙人的嗎 對裡面有密錄器啊 非常謝謝你啊 但是出勤的時候使用的是 手持式的攝錄影機 這是符合規定的啊 手持式攝錄影機有沒有用 我說的都是這樣的完整的 那手持式的時候 警察人員有密錄器 海巡人員要不要用密錄器 很多爭議法官判決權 都先看密錄器 密錄器可以保護自己 非常重要這句話誰講的 誰講的 密錄器這件事情 對 綠營的立委 趙正宇在質詢李宗威講的 李宗威說的特別強調 都有密錄器 而且是使用的密錄器 不是像你晾在旁邊晾乾的密錄器 然後跟你講手持搖晃無法用 掛在身上會手持搖晃嗎 密錄器 你現在交出密錄器來 你說畫面不清楚我們可以接受啊 你現在跟我講有密錄器 你又跟我講密錄器沒有用 因為用手持手持搖晃又沒有用 你就不專業嘛 密錄器 接下來我再問 我在想要請教您 我想請教您 有沒有密錄器跟這件事情 有沒有過世是兩件事 我想請教您 你知道去年萬華發生一個 舉發一位鄧迅女子 然後違反社會秩序違法 持電擊棒 最後法院裁判 不罰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請委員指教 因為兩次要求 警方都拿不出密錄器的錄影 然後 法院的判決是什麼 他認為 今天 你沒有密錄器 沒有辦法證實你執法的 所謂的證據性 所以像這種情況之下 他也只能無奈的判 沒有違法 不會 以這個個案來講 密錄器有沒有 不是還原真相 好啦好啦 我告訴你這樣講 你的報告還說 要補充所有的密錄器 你不自己打臉自己嗎 密錄器這麼不重要 他不是那麼不重要 沒關係你說好 你說這個也不重要 來 我告訴你 李仲威你要打臉 地方法院你要打臉 我想請問你 2016年的管閉林 那時候縣止部 在偵查的時候 縣止部有一個環節 沒有錄影 請問你 你怎麼評價縣止部的 報告委員 那次的質詢 完全沒有談錄影的問題 在臉書上 談錄影的問題的時候 是和質詢的 來來來 你和2月7號2016年 2月7號的臉書 我念給你聽 這也說相關能力 我現在還要有 追搜證錄影資料 那部分會質詢的時候 是沒有談的 主席時間暫停 是 太一直打斷了 我想這個 我們互相彼此尊重好不好 來 我念給你聽喔 我以為沒有請你回答 就麻煩就先不要回答 謝謝 追搜證錄影資料 證實關鍵簽資源同意書 根本沒錄影 正是國軍憲兵史上的大烏龍 該下台負責的要有自決 真的不可以拿基層當替死鬼 我跟你講 為什麼需要藐視國會罪啊 因為就這種官員 睜眼說瞎話啊 說過的話通通不認啊 我要跟各位講 今天我們都支持海巡 但是一個無能的一個主委 你是類似海巡執法人員 密錄器錄影沒有落實這個SOP 不要推給基層當替死鬼 我們都是海巡人員的執法的後盾 但是你沒有落實SOP 造成海巡人員由你說不聽 這就是2016年的管閉零 批評今天的管閉零 謝謝